这款来自日本品牌Toymark的人气商品,以杰出的品质与性能,获得广大露营爱好者的信任。 无论是在室内、阳台还是出门露营野餐,随时随地能展开此款可折叠的吊床架,简单又迅速地打造出悠哉的休憩空间,就算没有支柱或树木,甚至是空旷的海边也无需担心。 此外,能快速折叠收纳的结构,即便临时变天也不必担心。 更贴心的是,吊床枝架能依照伸长或偏好的高度、舒适度来调整,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,都能一起度过最悠闲的放松时光。 想与情人或孩子们慵懒地赖在吊床上,可别错过了这款来自德国品牌的大尺寸商品。 其拥有十足缤纷的色调,加上采用专为降落散设计的高强度HIMAC-X布料,这不仅结实,耐拉扯还有效防水,即使长时间设置在户外,也不怕刮风下雨会造成耗损。 最便利的是若是沾染脏污,还能直接用洗衣机洗净,可说使用又省事。 以能长期使用的高品质来看,其耐用性与舒适度都值得信赖。 无论是畅游于山林的露营老手,还是首次参与虚过夜户外活动的新手,想必都会担忧蚊虫叮咬的问题吧。 想舒适地待在夜晚的林木间,欢迎参考这款富有文帐的吊床。 与虚大费周章架设的帐篷不同,其以弹力骨架打造的结构,只要从收纳袋拿出,即会弹开自动成型,可说是相当的便利。 同时文帐的设计又能有效防止虫类的骚扰,加上极透气的布料材质,想一夜好眠不再是梦。 摆脱了传统吊床设置麻烦,又略有重量的印象,这款Nature Hike打造的轻量级吊床,可说是给独立,单身露营者的绝佳旅伴。 降落伞不轻盈,柔滑的质地,提供了令人安心的触感,而其利用支带稳固的固定,即便刚坐躺上去也不会有摇晃,翻动的问题,安定感十足的设计感可圈可点。 最棒的是,其重量不达300克,丝毫不会造成行李负担,可挤压的柔软性也不会占去太多收纳空间,喜欢自助旅行的人可别错过了。 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网状吊床更适合海滩的风景呢? 这款以强韧尼龙编织而成的吊床拥有无庸置疑的绝佳透气度,不管是在海边还是山上,都是闷热夏季的吊床首选。 而铁制的吊环加强了坚固度,对屋喜欢大力摇晃的朋友也能放心地享受吊床的乐趣。 且除了上述这些优点,即便不小心弄湿或粘到沙土,只要晒晒太阳或轻甩几下,就能迅速恢复干燥与洁。 若想在自家院子长期悬挂,这款吊床想必不会令人失望。 缺乏合适的梁柱,墙面可以支撑吊椅的重量吗? 不妨试试这款能自行站立的吊椅吧。 不但不需要钻墙打洞,咖啡色的藤边质感与宛如鸟巢的造型,更是能掳获不少人的目光。 附带的坐垫,则提供了舒适的坐卧空间,加上加宽的底座,就算盘腿坐进去也不成问题。 另有其他不同的色调款式可供选择,只是,无法像一般横躺式吊床那样让身体平躺,虽然舒适度依然相当高,但仍是较可惜的一点。 想在家中设置美丽的吊床、吊椅,却又担心没有空间与预算吗? 这款家用的吊椅附赠了安装配件,透过简单的步骤,即能轻松在房中打造舒适的流苏吊椅。 而摆上抱枕,毛毯后就能瞬间变身成时尚装潢,绝佳的居家质感受到不少欧美部落客喜爱,加上不会过于昂贵的价格,相当推荐在外租屋的小资女孩或学生族群。 但是,这款吊椅以柔软的织布制成,虽然包覆性很好,却支撑力不足,在躺卧,与其身时会较为不便。 此外,在安装之前也需考量是否有适合的衡量位置方便吊挂。 选购要点介绍的多功能吊床款式虽然在台湾较少见,不过透过网络平台依然能找到不错的商品。 这款日本品牌推出的三位吊床,不仅组装步骤简单,还能依照个人的需求做出不同的应用变化。 而米白色的织布搭配木头支架,更是带来浓厚的日式简约风格,让居家环境更添一抹清新感。 此外,此款还能当成晒衣架使用,想必令不少居住空间较狭窄的人心动。 只不过,价格与其他吊床相比实在不便宜,喜欢的朋友可得提高预算咯。 虽然外观看似于普通的吊床没有太大的差别,不过这款商品的质感可是远胜他款。 不仅以纯棉提供细致的触感,密室的织法也强化了布料的耐用度,更以专业的染色品质牢固吊床的色泽,不会因汗水或洗涤而轻易褪色。 此外,后世布料与耐磨的吊绳也提供令人安心的耐种树植,可说是一款讲究高品质的商品。 不过,加厚的布料可能会有夏季较闷热的状况,若遇到降雨,洗涤后的干燥,也会是个负担。 如果担心一般的吊床不适合小孩使用,那么不妨参考这款专为孩子设计的儿童吊椅吧。 整体拥有柔滑的质感及完整的包覆性,即便不规则摇晃,摆动也不用担心小宝贝会轻易从吊椅中衰落,可说是提供了绝佳的安全度与安心感。 不仅能成为玩乐的小天地,同时也提供了孩子情绪发泄或稳定心情的一个场域。 可惜的是,奇才只仅适合吊挂在室内,若想摆在户外的话,可能需进一步考量灰尘,脏污的清洁,甚至是淋雨后的干燥问题,或许稍嫌麻烦了点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